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一龙 在这里祝吴邪生日快乐 吴邪相遇的是先跟三叔相遇 跟三叔相遇了之后我就开始有重启 然后通过这部曲之后我就慢慢的跟吴邪就有了点数捷 我觉得吴邪在当笔记正传的时候 吴邪那个时候是比较单纯的 我初生就都不怕活动 他是一个好奇心很重 然后其实他在处理很多事情 可能因为他经验不足 所以导致他做了一些无法往回的事情 然后到了藏海化时期 我觉得藏海化时期是他性格的一个孤独节 上海的时候就是他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 上海下海时期的吴邪会比较成熟 比较老连一些 甚至会有一些极端 或一些变化 然后重启 其实重启吴邪开篇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已经度过了前面的 前半生的那些那些事情 然后他跟他自己的好朋友 在游泳里面相聚 但是他那个时候 心里面还有自己的 规解的一些心结 就是找到他的三叔 在重启里面 一方面是在找三叔 一方面是其实不断 不断在找三叔这个过程中 找进自己去探索 然后真正的自己去处理 处理做一下自己的人生 善良 然后能乐 然后很多地方都会开始 还是跟别人找起来 来到远色的爱 尼泳里面 在距离的话 我觉得 人开心送给他了吧 要不找到 怎样的长时间也找不着 随外的话 就把那排三叔送给他 很幸运 这两个很游戏 一会儿 到美国